接著我們就開始解決 看到那個問題 你為什麼固體的時候不導電 可是丟到水中喇喇以後就變成會導電 這位大哥提出了一個學說 叫做電解質簡離說 簡稱叫做電離說 或者叫做解離說 來解釋為什麼你本來沒有再導電 丟到水中喇喇以後就會變成會導電 然後他也因為這個學說得到了190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這是一個重要解決人當時覺得很困惑的問題 你為什麼固體的時候不會導電 丟到水中的時候就變成會導電 叫做電解質解離說 又稱為電離說 這個學說是他的博士論文 這個學說是他的博士論文 但他跟道爾科原子說抵觸 所以當時是用低分通過的 道爾科原子說的原子是一顆永不毀滅的撞球 沒有內部構造 可是解離說就要說他會變成另外一個東西 這跟道爾科原子說不合 所以呢 教授後還是讓他勉強讓他過關 然後呢 但是呢 他是對的 他是對的 那1897年JJ Thompson發現了電子之後 而且知道電子是原子的一部分 才打破那個是一顆永不毀滅的撞球 然後才知道這個電子可能會得到或失去 所以我們的解離說才變成可能 才可能 OK 什麼叫解離說 就是我這個東西丟到水中之後 會拆成所謂的代電粒子 這個代電粒子稱為離子 這個過程叫做解離 分解成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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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解離 這裡有一個方程式 就是氯化鈉丟到水中 變成鈉離子跟氯離子 這個叫做解離方程式 這個叫做解離方程式 解離方程式 理論上你應該要會寫解離方程式 你才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解離方程式 然後呢 它有鈉離子跟氯離子 就會有正電跟負電 然後你的基本上呢 也會有正電跟負電 所以就會有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吸電 就會跑來跑去 就達到導電的效果 所以 丟到水中解離出離子之後 就會導電 就會導電 OK 要解離 那麼解離出的代電離子 代正電的稱為正離子 代負電的稱為負離子 以前還會說氧離子跟氯離子 但是因為你們現在的國文程度 越來越差了 看不懂陰氧 只知道正負 所以現在只交正離子跟負離子 基本上在國中的時候不用氧離子跟氯離子 只用正離子跟負離子 代正電叫正離子 代負電叫做負離子 代負電叫做負離子 一百個氯離子 一百個氯化鈣 會有幾個氯離子 幾個氯離子 如果你不會解離方程式 你就寫不出來 那你如果真的不會 那就麻煩你 你把看過的背起來 國中會出現的解離方程式很少 就是那幾個 不多 有看過的背起來就好了 有看過的背起來就可以了 那麼我介紹了三個解離方程式 我未來要用到它 第一個叫硝酸甲 硝酸甲解離出甲離子跟硝酸根 剛才頭裡面有出現 那個離子可以是原子團 可以是根 硫酸根 整個硫酸根原子團 也叫做所謂的離子 第二個叫氫氧化鈣 會解離出鈣離子跟氫氧根 會解離出鈣離子跟氫氧根 還有一個叫做硝酸 會解離出氫離子跟硝酸根 這個硝酸的解離常常會出現 你最好你就記得 然後我們其實氫氧化鈣出現的少 我們的氯化鈣出現的多 你只要把這裡的氫氧根改成氯 就變成什麼氯化鈣 你把這個氫氧根改成氯 就會變成氯化鈣 氯化鈣出現的機會比較多 還是基本上長得差不多 把氫氧根換成氯就變成氯化鈣 就變成氯化鈣 就是幾個解離方程式 我後面會用到它 所以先寫給你看一下 後面要用到它 請你先給你看一下 三個解離方程式 你最好是會寫 你才能夠回答一些問題 真的不會寫 不會自己湊出來 就把看過的背起來 因為國中會出現 就那幾個而已 也不多 背完就好 那為什麼會有離子 為什麼原本 這我們以前教過的 原子為什麼會帶電 以前教過 為什麼會帶電 發生什麼帶電 不記得 不記得 失去電 不一定要失去也可以怎麼樣 得到 所以是得失電子 得失電子會帶電 那請問你 怎麼樣的情況 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帶正電 什麼情況下會帶負電 失去電子 失去電子帶怎麼電 正電 得到電帶怎麼電 負電 失去電子會帶正電 變正離子 得到電子帶負電 要負離子 失去是負 電子是負電 負負會得正 得是加正 電子帶負電 正負會得負 所以得電子帶負電 失電子帶正電 好 像我們這邊 所顯示的有一個中性的 裡面有兩個子子 外面有兩個電子 如果我得到一個電子 就變成三個負 兩個正 所以帶的就是負電 如果我失去一個電子 外面就只有一個負 裡面有兩個正 就變成帶正電 所以 得電子的會帶負電 失電子的會帶正電 失電子會帶正電 就是我們的情況 講義有類似的圖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鈉原子 失去一個電子 丟掉 就變成鈉離子 帶正電 所以一個正就NA正 就NA正 所以失去一個電子 就變成NA正 綠 是得到電子 進來得一個電子 然後就變成帶一個負電 所以變成CL負 變成CL負 所以呢 東西會帶電 是因為得失電子 得電子的會帶負電 失電子的會帶正電 就是我們要了解的事情 很簡單 考試也常常會考 請注意 OK